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 知门重行录 倾诉之行第一 第二个公案 寿司随赛 这个是倾诉之行 这个第一单元 第二个公案 寿司就是接受信众的布施 那么他随时就散了 也就是说没有被他激细起来 我们大家看这个文 梁慧开 无尽海言人 力听战 明二诗经论 讲言明事 一张手 谢慧迎请收经 后家趁矣 还未达都分散以尽 到这里是一段 那么这一段也是有两段 第一段就是到讲言明事这里 就是简单介绍这个 会开法师是什么时代的人 那么他的这个 学经历 这个梁就是南朝 这个魏晋南北朝 这个我们念三十系内书文 我们每一天都在念 魏晋南北朝 这个南就是南朝 那么 南朝大家都很熟悉了 这个梁武帝 就是那个时代的人 那个时候佛法在中国也 开始在兴盛了 达蒙祖师就是那个时代的 来到中国 传这个禅宗 在梁朝 那有一个法师叫慧胎 他的德号叫慧胎 吴俊 这个吴俊 是 从这个 东汉到唐朝 称为俊 这个吴俊 那古时候 那古时候他这个 范围很大 就是现在的这个 江苏省 上海浙江 这三个地方 在 古时候啊 汉朝到唐朝 就叫 吴俊 他是一个俊 这个古代啊 这个政府啊 行政区域 我们现在讲行政区域 就在这个地方 江苏啦 这个浙江 此一代 海盐人 这个海盐啊 现在是属于浙江 浙江这个嘉兴海盐 等现在十一个县 在古时候也是 就有这个县 所以这个 这些地名都是 有一些古代啊 到现在还是用 古时候地名 嘉兴啊 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些同修啊 做法会啊 都曾经经过去过 接近上海这个地方 那海盐啊 也是在这一带 他是那里的人 这个就是把 这个 慧开法师啊 他是哪一个时代 哪一个地方的人 先给我们一个介绍 历听藏民二师经文 这个 历听啊 就是历年啊 很长一段时间啊 历也就是 每一次 都是去听这个 凡是这个 这个 藏法师 这个藏啊 就是 中山开善寺的智藏法师 那个是奖金法师啊 那名啊 就是阳都庄元寺的生名 这个阳都啊 可能是现在的这个 这个扬州啊 这个地方 在江苏省这个地方 那这个智藏跟生名 两位法师 是 讲经说法 反正讲经或者讲论 所以讲经啊 讲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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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讲得很好 这个名气啊 在这个 当时啊 也都传播开了 这个讲经啊 讲经啊 要出名就 比较快了 大家都认识他了 所以他以讲演名字 就是讲经的大法师了 那么到这里这一段啊 介绍 叫做会开法师 哪里人啊 他的经历 他的学历 他就是听 智藏跟生名两位法师 长期啊 听他们讲经说法 自己啊 也学习讲经说法 智藏 智藏 智慧 这个智藏也是地名啊 就是现在呢 江西省的南昌市 这个古地名叫智藏 现在大陆啊 这个 那个车牌啊 还是 你是哪一省的车啊 他那个 第一个字还是用古地名的 第一个字 看到这个义啊 这个字啊 那个车就是江苏的 那如果福建省啊 他就写个名 第一个字是名 然后再那个车号 所以义章就是现在的江西省 南昌市 守 就是太守 在汉朝的时候叫晋守 后来呢 到这个西汉啊 景地那个时候啊 他改为太守 一直到明清 到明朝清朝 就改为太守 是个地方官啊 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县市长一样 地方官 那么 那么 当时这个太守 叫谢慧 迎请说经 那就请这个慧开法师去讲经说法 古代啊 这个 这个 从皇帝到地方官啊 都有学佛 所以对这个 高僧大德 奖经法师啊 都很尊重 而且啊 常常离请这些 大德高僧啊 奖经说法 所以迎请他去 奖经说法 那奖经当然有供养啊 后加秤乙啊 后就是很丰厚啊 供养很多 这个秤就是 付出给生人的财物啊 有钱财啦 有物品啊 那当然这个 奖经法师 名气大 又收到啊 官府的 这个 礼敬 迎请 恭敬供养 这个 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 明文立养都有啊 但是这个 废开法师啊 他不贪 他不贪这些明文立养 你看这个 这个 谢太守给他布施供养 那么多的 钱财啊 还未达督啊 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寺院啊 他分散已尽 他转手就布施出去 他自己啊 一毛钱也没有留啦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敬安 守 留业 想前一万 己 善 喊 忠 成不忠日 情性疏衰 不是行矣 衣服 成子 未尝己意 反拙 那么这一段呢 就是说 他这个人他平常的一个行矣 这个 敬安守 这个敬安啊 也是一个地名 这个是现在这个福建省啊 福州 福州市的 管下来的一个区 这个守也是太守 就是这个 管这个地区的 这个太守叫刘业 这个刘业呢 想前一万 想前就是 赠送前一万 在古时候啊 在梁朝那个时候啊 一万 那这个 不是小数字啊 恐怕 如果折合 我们现在这个台币啊 恐怕 这个 一百万 或者是一千万 那个古时候的这个一万啊 那个 这个 币值是很大的 那么他 接受 他也接受 啊 他也不是没接受 这个 太守 供养他 这个 钱一万 其善 善 善 善就是救济 他就拿去救济 善 善就是 没有衣服穿的啦 善就是肚子饿的 没东西吃的啦 我们现在讲去做慈祭啦 他去做自己那些贫穷 他自己都没用 成不忠虑啊 那就是说 他就是做这些 整天啊 整天啊就做这些事情啊 其实 有钱就是做这些 啊 布施啊 布施的 平函啊 饥饿的人 需要的 他的钱就是 转手他的布施啊 那这一段啊 也就是说 他 到这个 啊 前面这个 谢太守 供养他很多钱财 啊 这个 敬安 刘太守啊 也供养 他的钱很多 他都拿去布施 救济贫穷 就是他的做法 他不积才 我们俗话讲 积才商道啊 才积多啦 那我们就贪心 我们就会舍不得 所以沙明利 为什么说 一条界 不辞金钱借 就是这个道理 那其实那个钱也没有吹过啊 啊 问题是我们拿了钱财 我们就会舍不得 放不下 就会增长贪心 那就障道啦 障碍我们的道业啦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给我们 一个笑法啦 那人家布施供养 那我们转布施 就是我们替大家修复 过去我们 早年在台北景美法上图书馆 我们敬老和尚 也是这样教我们 过年啊 过节的时候啊 即使来供养出家种 大家红包都说一点 那么师父就教我们啊 替大家修复 不要自己享福 自己享福啊 这个这个 就损服啦 替这个供养的鸡翅来修复 替他们做修复 不要自己享福 所以我们也是效法 我们牢上啊 印经啊 布施啊 都这些 造金像这一类的 效法印光主施 这些做法 这个也就是人家的供养 转转布施啊 他自己不理 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好榜样 那么他的性情啊 情性疏率 不是行语啊 就是说他 我们现在话讲啊 不修蝙蝠啦 他不会讲这个 外面这个 要怎么样威仪啊 这个这个 形象上要怎么保持啊 穿着要穿什么啦 他这个就 不重视这一方面啊 情性疏率 不是行语啊 这个他 不会 在这个形式上啊 去做什么特别的表现 不会去表现得自己特别好像有威仪啊 啊 在这个这个样子 那么他 也不是说随便啦 就是说 他 没有去特别重视这一方面的 不像有些法师 出门啊 穿什么华丽的衣服啊 怎么样啊 来显示自己是一个奖金大法师啦 他他他就 这方面他就 没有特别啊 去标榜这些 所以衣服层子啊 那个衣服常常都 都很脏啊 那这个脏就是说很很很很很 有时间没有洗啊 但是这个衣服脏啊 这个我们学习这个 古人的啊 也要明白啊 他是有德行啊 你看起来很脏 他不错 啊 所以这个 在沙弥利医药列珍珠里面啊 那个 比丘穿的衣服是夹衫 夹衫是不好看的 这里补一块哪里补一块 夹衫衣嘛 啊 但是比丘在洗衣服啊 那个水啊 那些天人啊 都在抢着药啊 为什么 他有戒定真香 戒定那个才是真香 不是你穿的漂漂亮亮那个香 那那个不香 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 常常提到西老 西老上 在民国初年啊 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佛教禅宗的大德 禅定功夫很深 一路定啊 一个月三个月的 他头发一年剃一次 洗澡一年洗一次 那衣服啊 那个领子啊 沉够厚厚的这么 那有人啊去给他拿来闻一闻 不但没有臭味啊 香的 那是什么 只是我们三十七年 不第一个赞吗 唱的 戒定真香啊 他那个戒定真香 那这个是他们修行这个德行 他是真实的德行 那我们这个德行不够啊 还是要洗啊 不然啊 不然啊 从这个夏天一天你不洗 你就 臭死了啊 哪一天啊 你学到有戒定啊 你可以不洗一年洗一次 那个衣服 那个衣服不但不臭 他还是香的 因为他有戒定 戒定没有真香 而且还可以当药 你看金山佛佛 他那个身体那个 够啊 这以前我们看这个 演歌仔戏的 这个身体很久没有洗 那弄一弄啊 人家有病啊 弄一弄 那个台语叫仙啊 新仙 弄一个好像药丸给他一吃就病好了 那为什么他会好 因为他有戒定真香 啊 我们没有戒定真香啊 那可不行啊 所以胃肠脊欲缓着啊 脊欲就是说他没有特别说 每一天要洗衣 或者多久洗一次 他没有特别啦 有时候想到就洗 可能整年都没洗 就像稀老一样 稀老就是一年剃次头 所以去牢上啊 我们看他那个头发啊 有一些相片啊 长得很长啊 他就是 很久没有剃头了 扶植也很长 头发也很长 但是人家真的有德行可以 我们没有德行啊 还是要天天洗 天天洗都臭啦 那你 你几天没洗那怎么怎么可以啊 这个是讲 说明他的 有这个德行 他自然啊 散发出 香味 决定真相 那么这个公案 讲到这里就 就 讲完了 下面呢是 赞约啊 就是廉执大师 对他的一个赞叹 我们看 我们看这个文 讲法而不受称义 四支 为法师 一 安得 人人 法师 如开功夫 这个战列的讲法而不受称义啊 这个战列的讲法而不受称义啊 就是 他讲经说法呢 他 他也 不接受啊 不接受啊 人家的 布施供养啊 他也是有接受啦 接受他短短的 他就布施出去 他自己不留 那么 四支为法师 这个真的法布施啦 实在讲也有财布施啊 人家共有他的就是他的钱啊 他再布施出去 法布施 讲经说法是法布施 人家共有的钱是他的 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 他又布施 那不是有财布施吗 帮助人家解决困难啊 消除恐惧 那是无畏布施吗 所以这个讲一个法施啊 实际上三种布施都有 所以 以安得人人法施如开功夫 那这个 原始大师讲啊 很难得啊 人人都像这个 开功啊 就是 会开法施啦 开功 对他一个尊称 这样来 做布施 三种布施都延满 那这个就是 得选啊 这个是我们 大家呢 要学习效法的 所以 我们也应当啊 来效法来学习 这是我们出家人的本色 应当学习 好 那么今天这个公案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不会增长 罚起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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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